破车失控 驾驶抛出爆头王 昨天 清晨五点多 国道一号新竹路段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58岁的无姓司机从国道三号转到国道一号时 突然失控犯车 他人是压在车顶下面就对了 他那个管子是甩出去的 没防好还是对啊 听得太快了 然后失控就对了 司机当场被抛出车外 惨遭车头压住 头颅破裂死亡 载运的四根大型金属管 散落在高速公路上 最后由拖车调离 车祸也造成三个车道封闭 一度造成车流回堵 约8点多才陆续清理完毕 警方初步调查 疑似货车载重又加上车速过快造成翻覆 详细原因仍待见识后厘清 东新闻 新竹报导 你怎么没想到 你绝对了吗 顶原本新闻 存在这份给亡 启行吧 我现在给你绝对了吗 我身体的电话 我还认了吗 我 COMM宝得来